他只是他強調當然說已經派林熙要去慰問高家瑜 那更重要就是說他說 所謂的秘書長 顧麗熊秘書長幕僚這件事情完全子虛烏有 都一切都非事實 對 那如果不是事實的話 我們的檢調怎麼還不動 喔對啊 他為他冒充公務員耶 嗯 而且還冒充是國安會公務員耶 這開什麼玩笑 這是影響到國家安全的事情耶 你們檢調都還不動 這蠻嚴重的其實 這還要等人家去告嗎 應該不用吧 嗯 因為這應該本來就要主動調查 因為這個人可能會影響到國家安全 那可是 當然剛剛佑正有提了說 民進黨很多人都慰問他了 包括民進黨婦女部也慰問他了 對 突然間民進黨婦女部 哈囉 你們突然間復活了 哎呦不得了 自己人家出事就復活啊 啊這立委好像 吼了一書頓上罵不乾燥 啊你起來怎麼沒有出來復活 可是其實你沒有注意到嗎 過去民進黨的人 如果遇到這些事情的話 這些人都會在自己私人臉書 大媽特罵聲言林高嘉宇 嗯 而實際上並沒有 哎 很多人呢 臉書上都沒有提過這件事情 大家當然記者督麥的時候幹嘛 大家表示一陣執言譴責一下 可是絕大多數人其實並沒有幫高嘉宇講話 包括蔡英文 蔡英文以前遇到這種事 你看他連黃師兄那些土條的事情 他都要趕快發IP譴責土條了 蔡英文有在他自己的臉書 幫高嘉宇講話並沒有 同樣是要來起底林秉書 那林秉書呢 他過去就想要塑造一個 就是跟那種藍綠關係 特別是跟綠營的關係 很好的一個人 他也有很多金主 也有人呢 就是跟他很麻吉 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他過去經常會用筆名 Raffling去這個 在一些比較特殊的平台來寫文 這個平台並不是一般人想寫文就可以的 那麼徐曉星就說 是不是我們的國家會照一個 這個家暴犯來帶風向 思想坦克呢 我來提醒大家一下 思想坦克這個平台 是由鄭國會他們的人 然後呢 這個捐助的這個所謂台灣智庫 然後成立的 裡面都是民進黨的 這個台灣智庫的前董事長是林佳龍 現任的董事長是吳榮毅 所以我們定義他是一個 鄭國會的一個智庫 然後呢 由台灣智庫成立了思想坦克 思想坦克裡面就一大堆寫手 包括誰呢 之前前路透社總編輯 Phil Smith 長期在幹嘛 就是聲援蔡英文陳時中 攻擊國民黨的前路透社左邊 他有一個太太叫做蒙買純秋 一個塔綠班粉絲頁 每天在臉書上面攻擊國民黨 攻擊柯文哲太太 陳佩琦 專門攻擊柯文哲侯友宜 跟國民黨 這些人全部都是思想坦克的寫手 之前曾經被做過一張圖片 一條龍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看一下看一下 好 當時 這個圖片 關係圖都做出來了 有台灣智庫 有Phil Smith 有蒙買純秋 現在這邊可以再拉一條線出來 林秉書三個字了 拉菲爾林 對 拉菲爾林也是他們的其中一員 然後當時這件事被爆料出來的時候 這個蒙買純秋就有回應說呢 他是有領思想坦克寫稿的稿費的 所以你林秉書在 民進東在切的就對了 這個地方寫文章是有錢可以領的 證實他就是一個塔綠般無誤 對 曹金我插個話 所以這也證實我們就推斷 他跟民黨關係是很好 不然這種東西是隨便可以進去寫的 好 我要再講喔 對不對 馬文玉今天又爆料了 馬文玉的回應是 高嘉瑜曾經在林秉書的面前 看到他操作PTT的多重帳號網軍 他有網軍 所以他曾經 你說他有網軍啊 是 馬文玉講的 居民講的 所以他說林秉書告訴高嘉瑜說 你敢惹我 我用網軍讓你選不上 用這樣嗆嗆的方式去威脅他 高嘉瑜以前當PTT 政長你媽好咧 怕一個林秉書的網軍 高嘉瑜以前其實自己就是網軍 對啊 還怕網軍怕人家的網軍 你媽好咧 網軍跑 那我要講的事情是 這件事情更多的 我們現在只看到說高委員很可憐 我也有傳LINE關心他 那我現在告訴大家的是 更恐怖的是 他揭露了民進黨 側翼的一個網絡關係 剛剛從關鍵評論網 他在這邊寫文章嘛 我剛剛講的思想坦克 裡面還有Phil Smith 然後蒙買春秋 現在再加一個林秉書 然後馬文玉又告訴大家說 林秉書是有網軍的 他為什麼可以有那麼多賬號 有沒有人資助他 資助他的人是誰 是哪個民進黨的派系嗎 還是他自己很熱心就做了一堆網軍呢 還是呢 像楊慧如那樣子 在網路上都在搞些什麼呢 也是一樣在散播那一線 他自己寫的塔律班文章嗎 我們的國家 所謂的輿論 民進黨吵架的民意 就是由這些人撐起來的嗎 這種家暴分子嗎 好 整體事件呢 我們來看到前男友 馬文玉會被牽扯其中 主要就是因為在林秉書的母親 11月24號舉辦告別式嘛 那馬文玉呢 他有要到場要發傳單 馬文玉呢 就立刻呢 做出解釋 他的確到場 但是他到場 是為了要窮盡一切 找到林秉書 因為林秉書 必不見面嘛 那他想要跟他說 把這些影片 或是一些截圖等等 給刪除 後續呢 就有人在PTT上爆料了 還用這兩張的對話的截圖 說當馬文玉到場 到告別式的場合的時候呢 這個其實高嘉瑜還有協助報警 並不希望馬文玉這麼做 接連呢 就出現疑似呢 跟這個LINE的截圖 這個疑似就是 高嘉瑜跟林秉書之間的對話 但是怎麼會被放在網路上呢 好 這些鄉民呢 就很聰明啦 鄉民也有人這樣講 說林先生晚安 所以雖然這個人呢 他把自己的臉給遮住 只露出高嘉瑜 但是這個人到底是誰 好 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是鄉民辦案 直接說能夠拿到這個對話截圖的人 就是林秉書本人不是嗎 好 因為呢 好 有人來這個 說林先生晚安以後 就有人發現說 能夠有這麼這樣子的 呃 對話 以及呢 就是他想要來撇清責任說 欸 他我要提告哦 然後甚至還說 現在有六位警察哦 他們就懷疑說 根本就是林先生自己呢 拿假帳號 拿其他的小號 來發文 那也有人說 怎麼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欺負人呢 然後甚至呢 你還用這樣的方式 不過隨後呢 這篇文章也已經被刪除了 這篇文章也就是